歌唱时 气息该如何应用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但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同学依然是一知半解呢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关于气息的大力团 要想学会正确的呼吸方法 首先我们要清楚歌唱气息的原理 第一步 大呼吸气 首先让气息到达我们的肺部 然后通过肌肉收缩给一个向下的压力 使得我们的气息能够进入我们的歌唱管道 然后冲击声带发声 好 我们来感受一下 好 第三步呢 就是我们要主动的打开我们的口腔以及鼻烟腔 使得气息在出腔时能够受到最小的阻力 通过我们的发声习惯 此刻呢 我们也可以打一个比方 就如同我们在给一个自行车打气一样 第一步把气息吸到我们的肺部 然后向下压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个向下的压力和向上的冲击力呢 它是同时进行的 只有保障是在同时进行 才能确保我们在管道里的气息 它是处于运动状态 而非是静止状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歌唱气息的原理 那么下一课呢 老师将为大家讲解的是 气息的支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下一课见